那么也有些很多分析人士和媒体都是把这个解读是美国是为了和印度家庭关系也是为了制衡中国 您的看法呢 我的感觉是认为说印度可以用来制衡中国是非常荒谬的一个讲法 因为现在在美印之间关系的改善它是需要接连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局势来看的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跟印度的关系呢发生到像这样 我们要确保我们在阿富汗的目前的这个存在 是能够和印度的理解进行协调并且有计划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于美国对于美印关系对于双方的利益是很重要 那中国的层面呢我觉得其实它从这个那个关系上来讲呢其实是次要的 那么在我们再看看越南啊 美国在前不久呢和越南还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那么越南呢近几年呢它一直在走经济改革的道路啊 也许是在模仿中国吧搞这个经济开放吸引外资 那么美国和越南呢如果说扩大经贸往来的话 这是自然的事情啊是可以理解 那如果可是它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话 这是一种有什么背景的 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越南当然是中国的邻国 那这个议题呢是非常敏感 那么越南和美国呢都意识到这一点 而同时越南呢也非常坚定的要捍卫它自己周围的这个沿海的利益 因为这里呢是有石油的储藏 而且呢对于它的经济利益是非常重要 那这些的这个权利呢一定要进行正当的捍卫 那它自己的这个防卫啊 它自己的这个就是它自己的事 而且它自己的确也做得不错 而且呢它是非常有能力来从军事的方面啊 从海军的这个能力方面来进行自我防卫 那美国呢是想要让它所有的朋友呢都感到充满信心 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防卫能力 同时呢也发展他们的经济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军方的合作往往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 并且能够防止误解 有的时候呢军方之间呢在进行演习的时候会有误解 那这个呢它呢并不是有敌意的目的 对对中国来讲或者是对 或者是对从越南的角度也是这样 考虑到美国最近在亚太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啊 那么中国呢我想自然会增加对美国的疑虑啊 那么很多中国的学者和官员都发表了看法 在报纸上或者网上 比如说这个这是美国呢在这个围堵中国啊 这样的话啊 美国中国增加增加对美国的怀疑和戒备的话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短期内啊 至少都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啊 是不是很难改善啊 如果是有变化只能像 是不是只会像坏的方向发展 我觉得不可避免的一点呢 就是在中方呢会有这样的一种关切 就是对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举动 那这个呢是和美国的历史的这些利益啊 和他和他的盟友啊 之间的一些关系所造成的 这也是不可造成的 因为他这些地方呢都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 那话又说回来 我们在华盛顿在智库之间进行讨论的时候 或者是在国会讨论的时候 任何的人谈到围堵中国的 认真的讨论围堵中国政策的话呢 他都会被别人嘲笑 因为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长期的战略的政策 并不是想要 未来不会跟中国有冷战 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要和中国接触 要让中国成为和美国肩并肩地成为 国际上的负责任的大国 如果我们老是把中国想成是一个 我们要遏制围堵的目标的话呢 是不可能实现那样的一个大目标的 那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有这么的想法 因为呢美国呢不断地想要说服中国 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想要这样做 美国和中国呢 他在官方的对话当中 还有包括这个二轨对话 就是第二轨道的对话当中呢 都提到要加强战略互信 那么在这种最近呢 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啊 在这种战略的背景下 战略战略互信有可能吗 会不会值得这变得流于空谈呢 军方的关系呢 在各个国家之间呢 总是能够帮助改善 整体的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它能够降低猜疑啊 或者是误解啊等等 那同时一旦军事的高层的领导 相互了解的话呢 那么他就能够更好的来预测 这个对方的海军陆军 或者是空军 他的这个领导人 他是怎么样 他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 那么误解啊 或者是要挑起由于一些事件呢 而引起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呢 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如果军队之间有一种 沟通的一些标准的渠道 或者是标准的做法的话呢 而且他们相互之间 也是那个认识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处理 那是不是说这个美中建立 战略互信的这个 这种机制啊 这样的交流互动啊 所起到的作用只能是 就很难达得真正的这个信任 而只能是说减少误会和误判而已 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说减少误判的话 在军事上减少这个 这个misunderstanding和misjudgment 唯一的能够继续减少 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的 这种误解和误判的话呢 那是要让政府的 以及军事的各个层面 来相互接触 误解的可能性呢 是会增加 因为我认为 因为双边的这种军队呢 都会在这个海上啊 以及中国周边的地区呢 进行活动 因为在那个地区呢 美国有盟友 也是希望在那里存在 所以我们现在的进入一个 进入了亚太地区的一种 合作的一种层面 那在这个地方呢 也就给带了更多的这种机会 让他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会晤呢 来增进信任 那现在在 比如说韩国马上就要发 马上就要进行的 二十国的这个集团的会议呢 就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 让领导人 尤其是奥巴马总统 以及胡锦涛主席呢 他们都会参加 那能够真正的讨论一些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 以及议题 那也许可以预测一下 对方的一些思维方式 然后开始呢 找手来解决一些不同之处 我们还有二十秒的时间 那么有一位这个 我看看读一 收到一些电子邮件 其中有一份的这样写的 说奥巴马呢 应该多关注中国的人权 而不应该过多的关注中国领土 他说我个人觉得 奥巴马的政策呢 有些怪异 这是这位这个网友的个人看法 好 听众观众朋友 今天时时大地产讨论呢 就进行了这里了 非常感谢美国亚太理事会的主任 波斯维克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 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 再次提醒大家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 您还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 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焦点对话节目 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发展模式 是否需要改变 著名人士就焦点新闻展开辩论 在针锋相对中 为您提供最新信息 是不是一档专权 你是不是垄断所有的 电视 广播 英特网同步播出 中国锦匪勾结 官黑勾结的现象 到底有多普遍 焦点对话 每周五晚上九点 时光飞逝 转眼又到了今秋的季节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 美国之音为各位准备了 精美的2011年挂历 欢迎您来信 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 尽快索取 来信请寄 北京邮政信箱 9171号 邮政编码100600 请在信封上注明 索取挂历和您的地址 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索取 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 是chineseatvoanews.com 也请您不要忘记写上您的地址